台南市政府在台南創意中心居行李空一宿 台南市十多創意商品班長丁裂 由市長6,000個親自班長標榮 今年總共有百萬金業者參與 選出真三名 跟七項猶選 十二項家族 真三名總會在國際區的紀念商品 中級消息 也總身為其父 政三外兵的冠秋裂 我有一個夢 身為台灣第一個城市台南市長 我希望能夠結合台南市各界 將台南打造為台灣文化的首都 用最深遠的歷史 最豐富的文化資產 讓任何一個人來到台南就知道台灣 讓台灣人感到光榮 讓台灣人產生認同 另外呢 也希望 台南市人 台南市民 不管是 年輕的 或是有年紀的 不管是男的 女的 也歡迎各縣市的好朋友 甚至外國的好朋友 都能夠利用台南最豐富的文化元素 推展出創意的商品出來 我們的祖先 留給我們的資產 我們這一代人 或是未來的子孫用創意 把它發揚光大 讓台南市民有機會按肌樂業 這家最特別的地獎者是 陳碧瑩女士 在她女兒 還在家 導致文創 商品的製作 她就堅持 將自己創意的品牌 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單親媽媽 還得了癌症 卻可以努力守著這個家 這個品牌 到了韓瑩弄孫的年紀 我還是這麼認真的生活著 這就是一個單親媽媽 最大的成就 當化療到一段落 意志力戰勝病魔 我那水平座的女兒突然說 媽 我們來參加文化局的文創比賽吧 我心想想你睡著睡著別人嗎 我們如果是大片白 還沒煮完 還沒背景 誰看到我們呢 說實在的 我本來沒有很 很努力的朝著這個目標走 但是我那水平座的女兒 身性龜毛又完美主義 就一直拿放大鏡看我監督我 所以我開始認真的用心的設計 想到什麼元素才是台南的特色呢 我想是台南人的歷情 純樸 母親溫暖一針一線 和文化的古都 所以我用了黃色當作主題色 結合了台南四處可見的一樁一瓦 老廚的我的手 做了一系列參賽作品 在雲荡風輕的某一天 我女兒突然打開大門喊著說 媽 我們第一名這樣是金牌喔 他開電腦給我看 今天第一名不是在做夢 第一時間去找的 我先出一個眼睛喔 這樣超棒的文創比賽 我們能得獎這是太光榮了 但是又漂亮了 這才有獎金 因為投入太多開發的資金和清雪了 真是請出所有 所以有獎金這種回報 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鼓勵